好,大家好,我們是Linux Odyssey 來分享一下我們今天的活動成果 首先我們先來看 好,這是我們那個問卷後面的那個 我們做完之後有個測驗 那個淺寫回饋的問卷 看到這個整體使用滿意度 4.3分 還不錯吧 謝謝 但可能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是覺得很爛的人根本做不到最後一關 就會卡住了 所以說這個就可以從下一個問題看到 新手有賺程度 Bad 好,就是我們這個專案其實是想要 真的是給新手用的 所以其實 新手有賺程度 這會是我們接下來最主要要努力的目標 我們希望讓 對於程式還完全沒有經驗的人 在使用我們的網站不會感覺到害怕 然後可以覺得很自在很有趣的 來體驗這個Linux的旅程 那我們稍微整理了一下 今天我們看到的三大錯誤原因 第一個 可能是這個大小姐 空格拼寫不正確 就是一般人其實不會那麼去在意拼寫 尤其是像大小姐 或者是你多一個空格少的空格這種事 但是在程式裡面 就是沒辦法不能夠允許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想辦法去 引導使用者去開始Bad 這些事情給拼對 或者是在某些時候 讓他有比較大的容錯空間 然後再來是 有玩過的知道說我們 我們裡面就是有一些自創的一些關卡的一些咒語 對,那咒語要Echo這個指令來湧唱 那很多人看到那個魔法卷軸之後 沒有找到到底哪一句是咒語 因為大家看到一段英文就不想看了 所以就是沒有找到咒語在哪裡 所以這個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我們發現錯最多的是 很多人就是打了CAT之後 然後就按Enter 然後他就會進到一個要你輸字的地方 然後你就跳不出去 你要按Ctrl加C才出去 然後很多人在那邊死掉了 好,那所以我們有一些回饋 整理一些回饋 像我們介面上 可能會考慮加一些場景的圖示 去更直觀的去展現劇情 也讓它看起來更好玩一點 然後還有像卷軸 要讓它看起來像個卷軸 而不是一串錯誤 然後可能會把劇情內容 會把它改成中文化的 然後關卡設計的話 我們今天 其實今天我們玩的關卡 它只有四個步驟而已 但是就是變成說 在每個步驟都交了一個新的指令 所以說使用者還沒有時間 好好熟悉這個指令的使用方式 就進到另外一個指令 所以我們決定要把教學進路放慢一點 一個指令會有三到四個步驟 讓你去了解它的各種用法 好 然後這邊也謝謝這個Danny海報 還有四千間跟我討論一些技術相關的問題 就是有考慮一下就是 到底要怎樣把這個系統做的安全 所以有一些結論就是說 其實把用Docker做一些好好的設定 把聯外網路關掉 那基本上這個資安方面就可以稍微放心一點 然後四千他有提到那個Backend這邊 盡量不要用ROOP去執行 對然後還有那個 不好意思我忘記你的名字怎麼念了 但是你有提到那個Chakra 這個UI Framework 這個我會去用一下 好 然後謝謝大家在我們問卷後面 給了很多的鼓勵 其實這個專案一開始是我的一個私心專案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重度Linux吃 所以說我就很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到Linux的美好 那所以我就想要 一直想要把Linux整個東西做成一個遊戲 然後就硬拉一群組員來做這個東西 那來到這邊看到大家其實對於這個主題 是覺得有興趣的 讓我非常開心 那我們也會繼續做下去 好 那最後要謝謝今天參與適用的各位使用者們 那你們給的回饋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動力 那最後如果你還想要試玩的話 可以到這個網址 然後帳號是G01 密碼是20231015 然後就可以來試玩看看 然後請別幫我們幫我們選個問卷 那其他討論可以到我們的Slack頻道上面 好 謝謝大家 想讓大家知道Linux的好的Linux吃 到底是 到底是Linux花吃還是Linux白吃呢 我們有可能有考慮